叛登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坚持 最困难的也是坚持 只要坚持你总会登上顶峰的 画面中穿着甲只正在叛登珠峰的人 名叫夏伯瑜 今年70岁 是新中国的第二批登山运动员 也是国庆党热门电影 攀登者的角色原型之一 谈起当年加入国家登山队的原因 夏伯瑜说 自己本是足球运动员 因为身体素质优秀 被选拔进国家队 1975年 26岁的他首次攀登珠峰 却因为在下撤途中将睡袋让给队友 导致双脚在极寒环境下严重冻伤 被迫截肢 其实我记得有不少人都冻伤了 就是下撤到7600的时候 我一个队友就是因为铁力投资丢失了睡袋 当时我在登山队那时候有个外号叫火神爷 我不怕冷 所以我那时候也没有犹豫 就把我的睡袋让给了他 我就穿着那个时候的就是亚装服 在帐篷里头就这么睡了一晚 结果导致我自己就冻掉了双脚 失去双脚后的夏伯瑜 并未放弃自己的登山梦 在甲肢专家的帮助下 他带上甲肢 恢复力量和体能训练 在经历了冻伤 截肢 癌症 血栓等众多挑战后 2014年 2015年 夏伯瑜再次攀登珠峰 却连续遭遇雪崩和地震 2016年又遭遇极端天气 距离顶峰仅94米时被迫下车 然而四次失败都没有让他放弃梦想 2018年 夏伯瑜成功站上了8848米的顶峰 此时 他已经69岁 是世界上依靠甲肢登上珠峰的最年长者 2018年的攀登 是我这么多次攀登中最艰难的一次 从大饼出发 他就雷电交加狂轰大作 5月13号晚上10点钟开始 就是发起了向珠峰最后的冲刺 后来走了11个多小时 到第二天早上的8点多 终于我们登上了珠峰 2018年5月14号8点31分 我终于站在了 我梦想的41年的珠峰的8848的顶峰 40多年的 还不容易 终于上来了 这登顶证就是证明我在18年登上了珠峰 为了这张登顶证 我奋斗了43年 终于完成了我的梦想 这对我来说是意义非常重大 所以我一定要好好增长 2019年 夏博裕获得劳伦斯世界体育奖 最佳体育时刻 夏博裕说 从事攀登运动的40多年来 他见证了中国登山事业的发展 现在民间的登山爱好者越来越多 国家登山队也实现了 从培养运动员到培养教练员的转变 后来随着祖国的改革开放 中国的山峰 对外开放以后 有很多的外国登山队就开始进入到中国 这样的话就带动了中国民间的登山运动 所以我们是刚开始呢 就是我们主要是做一些培训工作 就培训一些教练员 培训一些高山翔岛 让他们去带领就是说那些业余的人去攀登 谈及未来 夏博裕说 他还将继续挑战七大洲最高峰与南北极 攀登的脚步 他从未停止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